连行家都爱不死守 总是兼备的满色毛皮 期货到底能涨多少 最近国大媒体都在报道 翡翠行业营了回来 我们今天到市场看一看到底价格怎么样 咱们市场走起 这个多少来这条 这条还不过30万 这条还可以 这个什么价钱 这条30万5千 像这个在中六的价钱 什么价 这个20万 这两个放在一起 这个绿的更多 这个黄的它也不便宜 这个要进进七位数了 像这条调漆走路 价格还可以 现在正在签 现在航线好吗 出来的话放一点 我们这边一起买 好的呀 每一年清明之后 咱们这个市场是一个冷静期 但今年我们市场非常的热闹 而且价格也是不断的在攀升 那我们公司那条总好设好的满色 也是时候起货了 咱们起货去 满色的手镯 最神奇的地方 我们近看它的时候 它是整个一丝一丝的 贯穿的整个手镯 就叫金丝牛 像这样有种有色的满色手镯 在我们行内 也是可遇不可求的项目 好 那咱们话不多说 咱们起货去 满色的起货了 咱们进去看 我在云南 我们出差的那几天 也是让我心心念念 来 一起来欣赏一下 起货以后 比我们预估的效果 要高出几分 因为它是有种有色 它这个颜色化开了 所以说整圈是一个满绿水淋淋的感觉 绿色在这样的种水称托下 显得特别的纯净水症 整只手镯散发着灵动的韵味 看它一眼就让人心旷生意 上整个市场的价点 为什么居高不下 一直有上涨的趋势 翡翠当中 它好的东西确实不多 分析一下这个市场 有几个原因 一个点 需求量增大 是因为我们对生活的品质 大家都提高了 所以说整个市场的份额 需求量就变大了 所以带动了我们这个珠宝行业 都有一个远复的一个上涨 像我们公司呢 有大量库存的料或毛费 把行内在线下批发的方式 带到我们线上 让我们线上的趋势 能够享受到 我们在线下的批发的价钱 那么第二个点 虽然说现在口罩已经过去 我们的国门也已经打开 远电和中国是畅通 我们上次去内比多工盘 我们也看到 好料是非常少 并不多 即使料过来了以后 能够过我们收获要求的料 也是不多的 所以好的东西 有品质的东西 它的价格逐步逐步 有上涨的趋势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喜欢翡翠的税友们 多关注我 我是原酒周晓东